如何评价幻璧这个女性角色 只能说她是小姐的出身 却摆脱不了丫鬟的命运 一心想飞上枝头做凤凰 她本不愿随甄嬛进宫 什么事呢都先考虑自己 还多次背叛甄嬛 幻璧为了上位都做了哪些事呢 最后嫁给果郡王室他想要的吗 今天母鱼君带大家走进甄嬛传 看看心比天高的幻璧 幻璧知道自己的身世 自始至终呢就没有一颗本分的心 对主子不忠心还看不起身边的人 幻璧出场的时候就让人意味深长 她和刘珠都是甄嬛的贴身丫鬟 可是幻璧的穿着却非常华丽 都快比上小姐甄嬛了 幻璧平时都是这样穿着的 以至于安玲珑第一次见到她时 还以为幻璧是甄嬛的小姐 其实刘珠也有体面的衣服 她陪甄嬛进宫选秀时就有穿过 但回来后呢便立马换了下来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幻璧是个臭美爱显摆的 刘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丫鬟 一心为甄嬛着想 幻璧和刘珠完全相反 她还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 进宫前幻璧没有犹豫 她对刘珠说 自己不想进宫 想留下来照顾老爷 也就是甄远道她的亲爹 甄嬛走了 幻璧就是甄府的小姐 谁还愿意做丫鬟呢 但后来幻璧还是随甄嬛进了宫 这里面应该有甄远道的劝说 因为她希望甄嬛带幻璧进宫 将来为她找一户好人家家了 除了这个原因 还和幻璧询问姑姑芳若的话有关 她问当今皇上是不是属出 得到肯定答案后 幻璧心中窃喜 以为自己进宫后会有机会翻身 这两个细节都暴露了幻璧的野心 结果呢 幻璧进宫后就真的放纵了 甄嬛看在眼里 但是没说什么 幻璧的种种行为 都将自己放在和甄嬛平等的位置上 毫无主子和下人的觉悟 做的时候 幻璧要和甄嬛同高 反之呢 刘珠都要做得比甄嬛矮一截 虽然是自己带进宫的丫鬟 但这是宫里的规矩 可幻璧却视而不见 完全没有一个丫鬟的样子 因为幻璧内心 就没把自己当过丫鬟 也不认为自己比甄嬛差 这种思想的存在 也为她背叛甄嬛和看不起安玲蓉 埋下了伏笔 幻璧不仅要和甄嬛比 和安玲蓉比 还有和刘珠比 皇上就夸了刘珠说话讨喜 幻璧在一旁便不高兴了 后来呢 就别扭了一阵子 只能说 幻璧的心眼太小了 什么都要比 后来 皇上再来岁宇轩 注意到了幻璧 说她穿得清秀 看了让人神清气爽 幻璧便露出了娇羞的表情 认为皇上对她有意 便天天盼着皇上来岁宇轩 她好有机会展示自己 幻璧在后宫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她本就是罪臣之女 本应该越低调越好 可她偏偏想出人头地 也不想想会有怎样的后果 整天想着怎么上位 每天呢 精心打扮自己 一有机会便往上贴 皇上和甄嬛在屋中闲聊 幻璧故意冲进去 还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其实甄嬛和皇上都看出来了 陪着幻璧在那儿演 虽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 可是皇帝对幻璧根本就没有想法 不识圈的幻璧 还以为自己拿捏了皇上 直到一天早善的时候 幻璧打扮得花枝招战 抢着甄嬛的活 在皇上面前卖弄 结果得到了一句穿着俗气 幻璧这才死了上位的心 他气冲冲地跑出房间 结果遇到了果郡王 他对任何人都很善良 为了安慰幻璧呢 便一顿输出 说各花入各眼 还说幻璧这样穿挺好看的 听到这样的安慰 幻璧便以为果郡王对他有情 英俊潇洒的果郡王 立马就成了幻璧的心上人 虽然他对皇上死心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打算 因此他还背叛了甄嬛 幻璧心中气 自己同样是甄远道的女儿 为什么甄嬛能得到的 他却没有 再加上他起甄嬛不向皇上引荐自己 觉得甄嬛靠不住 于是呢便另寻出路 华妃阵营阴险险狡猾的草贵人 就是利用幻璧这一点 成功地拉拢了幻璧 自此 幻璧便做了很多背叛甄嬛的事 他想要借华妃等人上位 可是后宫人心险恶 就凭幻璧的小伎俩 也能杀出重围 简直太天真了 为表合作的诚心 幻璧将皇上第一次偶遇甄嬛 自称果郡王的事 告诉了曹贵人 曹秦莫拿这件事做文章 弄得皇上不高兴 好在甄嬛机灵 很快就化解了此事 在这之后呢 幻璧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又是木鼠粉事件 害得甄嬛差点被处罚 还好端飞及时解围 这里甄嬛就猜出 是幻璧背叛了自己 但没有揭穿幻璧 后来甄嬛试探幻璧 他再次背叛了 甄嬛说出了真相 幻璧还想否认 但证据确凿 虚伪的幻璧被撕破了面具 他哭着向甄嬛求饶 甄嬛念及往日情分上 放过了幻璧 还说出了他的身世 让幻璧不要再私下作妖 自此 幻璧才安分了些 但他心中一直有果郡王 既然成不了后妃呢 那果郡王的福建 还是可以遐想一下的 但幻璧这次没有贸然动心 上一次被拒绝 还让他有些后怕 在甘露寺的时候 幻璧看出果郡王和甄嬛两情相悦 他心中很是嫉妒 但没有表露出来 这样的情况 想让甄嬛帮助自己 嫁给果郡王是不可能了 幻璧为嫁给果郡王 都用了哪些手段呢 得知果郡王从马上摔下来 他便立马跑去照顾 结果看到了果郡王身上的小象 幻璧知道是甄嬛的 但他和甄嬛长相相似 想嫁给果郡王 得要使上一些手段 正好利用这个小象 在皇宫举办公宴的时候 幻璧设下了局 一向谨慎的果郡王 竟然将腰间的小象调了出来 果郡王在和雍城喝酒时 幻璧走了过去 假装盗起了酒 这就是不安好意的开始 幻璧不小心弄洒了酒 就在这时 果郡王创小象的荷包掉了出来 幻璧捡起来 还交给了雍正 士官果郡王 一来一站出来解围 他说 这小象的确有些像西贵妃 但是呢 更像真府二小姐玉嬛 不久就是栖息了 皇上可以成全这段佳话 但玉嬛的爱慕者站出来 反对了这个说法 就在这时 幻璧突然跪倒在地 不知道的还以为幻璧主仆情深 危难知己救主 其实啊 他是为了自己 自己设的局 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叶兰一看幻璧下跪 便顺着说 小象可能是幻璧的 幻璧也说是自己的 甄嬛看着眼前的幻璧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皇上问甄嬛知道吗 甄嬛回答说 自己不是很清楚 但是为了果郡王 甄嬛配合了幻璧表演 幻璧接着卖惨 自己身份低微 怎么有幸伺候王爷 于是甄嬛便说 收幻璧做义妹 嫁给果郡王 做侧夫妓 皇上最后也答应了 幻璧就这样 嫁给了果郡王 但这样他还是不满足 只是侧夫妓 幻璧还想着 做果郡王的正夫妓呢 幻璧为了自己的私欲 将甄嬛果郡王和甄家 架在火上烤 就是为了嫁给心爱的人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幻璧的野心真的太大了 但他这样做 换来的却是果郡王的冷漠 长得和甄嬛相似又怎样 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幻璧永远不知道 果郡王在想什么 说的话表达了什么意思 两人站在一起 都是貌合神离的 而且 果郡王始终不愿放下甄嬛 就算身世再好的孟静贤 也得不到他的青睐 幻璧对付不了甄嬛 就只能拿果郡王身边 服侍的丫鬟出气 有一个叫彩萍的 因为生得好看 幻璧怕他魅惑果郡王 便将他送进了皇宫 幻璧想通过这种方式 毁了彩萍的人生 他的嫉妒心简直太可怕了 这些都是幻璧自私自利的表现 他的所作所为 就算是真远道公开的女儿 也只能得到和夏冬春一样的下场 要不是甄嬛在后宫护着他 幻璧可能没命嫁给果郡王